躲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Boss打不过开发者飞锅 大家好,我是佛系大叔 又到了分享如何轻松打Boss的时刻了 今天的主角是 思源和大圣残驱 喜欢我的食品的朋友们 请点赞分享订阅啊 这次的Boss预期出是四个阶段 不如说是两个Boss更明确一点 因为一二阶段是思源 打完后就是大圣残驱的角色 如果没有打败大圣残驱 也不会从一阶段重新开始 而是从三阶段开始的 我在一二阶段用的是禁止法 加上四段重棍,伤害很高 思源的技能还是得躲一下的 二阶段它会变分身打你 你可以在它要变分身时 用重棍打断 定风珠或者幽魂经破应该也可以 你可以试一试 打托 收进 穿 收ں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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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背后剩这一点血了 骑子可以上去平一几下 まわ顾着躲技能了 最後有點脫塌 大家可以把精度條往後脫 這裡是進入下一個階段的CG動畫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CG動畫 好 不准备 开始和大圣残区PK了 第一阶段也是很简单 就是四段重棍过去的 不过这里的法术 变身 金破 法宝等都带上了 好像冥冥中 大圣就是想看到你 用完所有技能 他才认可你一样 我带的是定身术 隐身术 分身术 变身是马哥 金破是幽魂 法宝 法交扇 仙丹是九转还魂丹 以防万一 重点来了 我以上说的这些 在一阶段不要用 全部留到二阶段 一阶段就是拉远距离 蓄力四段重棍就可以过关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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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段 再来 再来 这出身 一阶段 我还 一阶段 是 我傻眼 chrome 你丟起暗了 我傻眼 每次都成功 取出我 不, 拿下 没, 拿下 再撕下 我能够到 我可惜 就下套 你还有帮子 4个人 使用转发 了解 好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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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階段開始時先用隱身躲躲他的技能 順便來一個三段撞棍 芭蕉扇上場 你可以追著打使出幽魂不能給他喘息機會 還是要注意左技能 定身術 變身馬克 分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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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大家注意了 大上先用軟隱身 然後鬆下一個假身 最後他的真身突然下來給你一個重氣 打到這裡剩下的全靠手法了 不然你永遠藏不了真大勝 封住 i know you 最后祝各位天命人六变归一完美通关